大家好 上期节目咱们介绍了高等教育最好的10个州 今天我们就介绍K12教育最好的州 WalletHub使用33项指标对每个州的公立学校进行了质量和安全排名 其中包括数学和阅读的分数 SAT和SAT分数的中位数 学生与教师的比例 低收入学生的高中毕业率 以及霸凌事件等指标 与其他关于最佳学校的研究不同 WalletHub的分析更加全面 因为他考虑了成绩 安全 班级规模 资金和教师资格 根据这些指标拥有最佳学校系统的州 就是以下这10个州 排名第10位的是马里兰州 马里兰州在拥有最佳公立学校的前10个州中排名第10 马里兰州的教育程度在美国排名第4 39.6%的成年人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的学历 马里兰州学校的学生与教师比例是15比1 SAT的平均分是22.3分 SAT平均分是1058分 在马里兰州排名靠前的三个高中学校 第一个是华特·惠特曼高中 他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 第二个是托马斯·武栋高中 他位于马里兰州罗克维尔市 第三名是东部技术高中 他位于马里兰州巴尔地摩 排名第9的是特拉华州 特拉华州的学校在总体质量方面排名第15位 在安全方面排名第2 特拉华州的欺凌事件发生率非常低 是第二低的州 ACT分数高于平均水平是24.1分 特拉华州在学生与教师的比例方面比较落后 该比例是22比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在特拉华州排名最好的高中 第一个是威尔明顿特学学校 地点是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 第二个是纽瓦克特学学校 地点就是在特拉华州的纽瓦克市 第三个是卡布卡洛维艺术学校 地点也在维尔明顿市 排名第8的是维希康星州 维希康星州的公立学校排名第8 91.9%的维希康星州成年人至少拥有高中文凭 维希康星州与明尼苏达州 并列拥有最高的SAT中位数1298分 此外 维希康星州的学生与教师的比例是15比1 低于美国16比1的平均水平 在维希康星州排名最好的高中有以下三个 第一健康科学高中 他在维希康星州的威尔市 第二个是西达堡高中 地点就是在维希康星州西达堡市 第三个是惠特费斯湾高中 地点是在惠特费斯湾 排名第7的是明尼苏达州 这个州的SAT分数中位数是1298 是全国最高的 明尼苏达州总体质量排名第6 数学考试分数在全国排名第2 尽管人们对明尼苏达州的数学和阅读成绩下降感到担忧 但所有学生穷体在功率高中的毕业率都有所增加 明尼苏达州的高中文凭获得率是93% 在全美排名第2 在明尼苏达州排名前3的学校是以下几个 第一数学和科学学院 他位于明尼苏达州伍德伯里市 第二名是诺瓦古典学院高中部 他位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 第三个是英里学院特学学校 他位于明尼苏达州米内洞卡 排名第6的是新汉布什尔州 新汉布什尔州的教育程度排名第9 大约有36.5%的新汉布什尔州成年人 至少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的学历 新汉布什尔州学校的ICT成绩 中位数是25.1 位居第二 新汉布什尔州的学生与教师的比例是12比1 是全国最低的 在新汉布什尔州排名前3的高中是以下几个 第一科学与设计学院 他位于新汉布什尔州纳书亚 第二名是温德姆高中 他在新汉布什尔州的温德姆 第三汉诺威高中 他位于汉诺威 排名第5的州是福蒙特州 福蒙特州拥有美国第8大受教育人口 这个州的学生与教师比例最低是10.5比1 使教师能够对每个学生给予额外的关注 福蒙特州与马萨诸塞州 还有俄克拉荷马州并列成为受威胁 受伤的高中生比例最低的州 在福蒙特州排名前3的学校有 第一曼斯菲尔德山联合高中 学校的地址是在福蒙特州杰里科 第二名是南伯林顿高中 学校地址就是在福蒙特州的南伯林顿市 第三名是畅普兰谷联合高中 学校的地址是在福蒙特州的海因斯堡 排名第四的州是福吉尼亚州 福吉尼亚州是美国受教育程度第七高的州 有38.2%的成年人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的学位 福吉尼亚州是美国霸凌事件发生率最低的州之一 数据考试成绩排名第四 在福吉尼亚州排名靠前的学校 第一是托马斯·杰斐逊科技高中 他位于福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 第二名是朗格莱高中 他位于福吉尼亚州摩克莱恩 第三名是麦克莱恩高中 地址是在福吉尼亚州的摩克莱恩 排名第三的是新泽西州 新泽西州拥有第三好的公立学校 新泽西州以最低的辍学率和阅读测试分数排名第二 此外他还以最低的学生与教师比率和数学考试成绩排名第三 新泽西州每个学生的花费大概是21,866美元 是教师待遇第二好的州 在新泽西 教师的平均年薪是69,917美元 新泽西的教育程度在全国排名第五 在新泽西州排名前三的最好的学校 第一是米德·萨斯敬科学数学和工程技术学院 他的地点是在新泽西州爱迪生市 第二名是尤尼恩县慈信高中 他的地点是在新泽西州的斯科齐普莱恩斯 第三名的学校是贝尔根县学院 他的地点在新泽西州哈肯萨克 排名第二的州是康尼迪格州 康尼迪格州拥有美国第二好的公立学校系统 是教育程度第五高的州 康尼迪格州的ACT分数中值是25.5分 是全国最高的 他的学生人均支出也是最高的 每个学生大约是18958美元 康尼迪格州也被认为是最适合教师的州之一 在康尼迪格州排名前三的最好的高中 第一达里恩高中 他位于康尼迪格州达里恩 第二康尼迪格州IB学院 他位于康尼迪格州东哈特福德市 第三威斯顿高中 他位于康尼迪格州的威斯顿 排名第一的是马萨诸塞州 马萨诸塞州的公立学校在美国排名最好 是教育程度第二高的州 仅次于格隆比亚特区 大约90.4%的马萨诸塞成年人 拥有高中文凭 42.9%的人拥有学士或更高的学位 该州几乎有一半的公立学校 在高中排名中位列前25% 马萨诸塞州还拥有最高的数学 和阅读考试分数 ACT中位数是25.1分 在马萨诸塞州排名前三的最好的高中 第一波士顿拉丁学校 他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市 第二高级数学和科学学院特许学校 他位于马萨诸塞州马尔堡市 第三斯特吉斯特许公立学校 他位于马萨诸塞州的海恩尼斯 以上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在美国公立学校系统最好的十个州 希望这个信息能够帮助到您 如果您喜欢这个栏目 请点赞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Echo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语